哈嘍大家好我是老师 天天节手游两天前公布了古伦德角色资料 标题是穿最后的甲,挨最堵的打 前面就是一段废话 反正就是在介绍夏侯儀的好兄弟古伦德 送上好兄弟我不知道 然后这边有一个影片 到时候我把它分开来上传 古伦德来自摇影的西方 是当地领主的长子 血统高贵,不要遭到叔父的反叛 而被迫流亡于东方 与老师·葛梅尔寻找柔篮古城秘密的同时 心中也怀喘着复古的恋想 实力威猛且性情豪爽单纯的古伦德 与夏侯儀甚至投远 被救出地牢后 古伦德加入夏侯儀的队伍之中 一起寻找命运所潜藏的意义 古伦德见证夏侯儀和兵儀的分离 明了他的这位好兄弟面对十人尊者的愤恨 同样怒火中烧 却也只能默默安慰 这边就是结局的时候 古伦德跟夏侯儀说的最后一段话吧 最终他向夏侯儀和慕容选迹 持别带着圣巷 踏上的龟家旅途 复国之行的结果究竟如何 无人知晓 豪爽战役粗 粗犷的外表下有个细致的心 同位可靠坦克 当当古伦德也将在天地劫手游中登场 啊这是手游之中的古伦德 我还是比较喜欢游臣的古伦德啊 无关这个积到还是真是 撞 撞 OK 金髮闭眼 强壮的身之下藏着一个细腻的心 队伍之中唯一的重装战士 可靠着前排坦克 腰带的花纹是西方代表力量和尊贵的狮子 象征古伦德的贵族鞋筒 狮子 诶 没看到啊 在哪里 哦 他们要常做 之前的确好像是有一个 好 作为队伍中的战士兼铁卫 古伦德强壮的铁格 让人一眼就放心 五五正风的长相 也让敌人挡寒 攻击方面的实力意识不属 好我们来看那个地府动态 这应该是捕弄攻击吧 看起来是带雷属性的 看起来是带雷属性的 OK 好 这个是歧视宣言 那歧视宣言的作用就是 负责帮忙格挡 他周遭两格的 呃 同伴的位置 我记得是这样 能让他保护队友 替周遭两格内的队友 敌档伤害 同时兼顾金卡的 金卡收到的伤害 被灰线机会大大降低 OK 这算是蛮实用的 实用的技能 绝学啊 这是绝学 然后在原作中 古伦德的经典招式 猛鬼破冲 呃 在手游中可以看到 登空而起的迅魔 一枪威力十足五枪大无比 还可以使用波封掌 来降低敌方攻击 冠穿一条线的敌人 效果拔群 好看一下 猛鬼破冲 其实猛鬼破冲 其实猛鬼破冲 还是比较喜欢原作的 因为他这个是冲过去 然后 往上拉 可是 幽成的是像一个 鬼影这样子 冲到敌人面前撞他 OK 所以 我觉得这个招式 改的不是很好 好 好 再一个是什么 这个是波封掌 OK 波封掌 就这样 OK 很普通 哈哈哈 OK 好 好 以上就是古伦德的角色介绍了 好 希望天天姐手游赶快出吧 好 那今天这就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我们频道记得按一下 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IG LB 还有Twitch 谢谢大家这就看 拜拜